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ina 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早上的8点46 这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我从来没有再这么早录过视频 然后昨天晚上也睡得蛮晚的 因为就马上今天不是就要Sephora打折了吗 过去的这几天我一直在纠结 这次到底应该买点什么 纠结到昨天晚上才真正的把我的这个 Final List给列出来了 因为这次的打折的这个力度呢 和我们每年下半年的那个力度相比 就没有那么好 每年下半年的那个打折呢是8折 这次呢是85折 所以说我就不想说花太多钱来囤货 因为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价位 那这一次呢我主要想买的呢就是 我平时用了以后我觉得很不错 就算它不打折 但一旦我用光以后我会补货的这些产品 我想就是重点来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我的Wish List 就是我自己已经中跑很久的一些新品 我想在这次的打折的时候呢就正好入了 如果说我用了以后觉得不错的话呢 我再会在我之后的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来推荐和介绍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希望这个视频的时间不会太长 那先从护肤品开始说起 那护肤品我拿起来这个东西大家估计就要小了 就是Originze的这个月末之源的这个菌菇水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月末之源的这个菌菇的精华 正好我家里面有一些就已经用过的产品 那这个菌菇水和菌菌 菌菇 那这个菌菇水和菌菌 菌菇水和菌菇精华 我觉得在我脸上最显著的一个效果就是维稳 不会说非常大面积的这样子暴动 或者说皮肤不稳定 然后出现这种闭口的情况 我觉得要比SK2的神仙水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水 在我的脸上效果都要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菌菇水对我的皮肤没有太大的负担 过于的滋养的水 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这种混油皮容易冒痘 或者说起闭口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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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的一个产品 菌菇精华也是一样的 使用感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黏黏的 不是说那种很清爽的那种精华系列 但是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很强 所以我觉得就使用感这方面就算稍微差一点 也是可以忍受的 主要是这个系列呢 是我想要推荐给所有的混油皮 以及皮肤不太稳定的小伙伴 我觉得你们应该试一下 那么护肤的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滋生糖的这个红腰子的面部 还有脸部精华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面部精华吧 可以很好的促进你后续其他产品的吸收 而且这个面部精华用了以后 也是让你的脸上感觉就是更加稳定了 它的使用感还有它的味道 我都特别的喜欢 它的这个使用感用在脸上后就是吸收很快 冰冰凉凉的 而且不会有黏黏腻腻的感觉 一下子就把水给完全的吸饱了 那么这个眼部精华也是一样的 这个眼部精华在眼中呢 它吸收的是非常快的 而且呢它不会在你后续 比如说化妆啊或者在涂眼霜的时候 有这种搓泥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产品是非常非常适合春夏的 就完全不会给肌肤带来任何的负担 正好我的这两个产品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这次呢我想不获 而且就是天气入下了以后 我觉得对这两个产品真的是越用越喜欢的那一种 这又发现了一个这个 天无之缘的这个这个这个 军菇水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Tatcha的卸妆油 这个Tatcha的卸妆油 其实我已经连续用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吧 卸妆效果最好 然后最没有负担 然后卸完还很干净的这样一个产品 油性肌肤而言卸妆油用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起闭口 像我之前用那个植村秀的就是用一次起一次用一次起一次 但是Tatcha的这款真的是没有在我的脸上有任何的不良的反应 而且我觉得它洗完以后脸上它不会很紧绷 反而是呈现一种很水润但是很干净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这款卸妆油它卸面部和卸眼部的效果都一样是很好的 那我一般呢用它的量呢基本上就是三蹦左右的样子 然后当你把它全部按摩到你的脸上的时候呢 它并不会来撕扯你的肌肤 会慢慢的把你的彩妆啊还有那些污垢 就一点一点的全部都清洗干净 但是它乳化的速度呢也很快 而且它乳化以后脸上立刻就没有那种腻腻黏黏的感觉了 这款就是洗完以后还是很干净很清爽 但是呢不会紧绷 但是呢并不会紧绷 谢谢 不走啊 蒙蒙蒙蒙蒙 等着还给我拿个洗罐 Thank you 拜拜 来来你把洗脚换了吗 不用了 嗯 拜拜 蒙蒙蒙蒙蒙 这款西装油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肤质的 因为有干性肌肤的小伙伴来试这一款嘛 他们也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卸妆油也是大家就是这次可以来趁着打折的来尝试一下的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不要记得留言 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说是不要干嘛 不要干嘛 我想说要不要忘记干嘛 那护肤类的产品呢就是这么多 如果等会我发现了我什么诺王之余的话再跟大家补 那接下来呢就是彩妆 彩妆先跟大家推荐两个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眼影盘 底下呢是这个Huda Beauty的沙漠盘 然后上面呢是NARS的这个Wanted Palette 那么这两个眼影盘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配色 Huda Beauty的这个沙漠盘呢它最著名的一点就是它的显色度非常的好 然后画到眼睛上以后整个颜色都非常的饱满 浓郁 晚宴妆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比如说party妆啊什么的都很适合用这一盘 而且它画出来那个颜色呢就很初挑 但是呢又不会说你的妆显得很脏的那一种 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你每次用这一盘眼影的时候 你下手一定不能太重 如果你重了的话有可能就无法挽回了 因为它上色力真的是太好 而且颜色真的是太浓郁了 大片的这种亮片的这种颜色 我觉得呢就很适合叠下到你的眼睛中间 然后你去party的时候它呢就bling bling的特别闪 不管是上镜啊还是化妆 还是你真实见到本人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就很闪然后很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盘真的是一个很神奇 不可缺少的眼影盘 特别是当你想要挑战一些新的眼妆 或者说你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 然后非常大胆非常有趣的这种风格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这一盘 这盘真的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NARS的这个Wanted Palette呢 它相对来说和刚才的Huda Beauty相比 它就要日常很多 但是这里面的配色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看 实在是太实用了 它可以画出来烟熏妆 日常妆 但是也可以画出来稍微有一点点 妩媚的那种偏那种粉色的妆容 特别是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画粉色妆容的话 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像我今天化妆的话呢 我有用到的就是第一盘的第三个颜色 然后第二盘的一二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颜色 基本上这一盘子里面你所有的颜色都是可以来玩来驾驭的 然后这一盘同样呢 它的粉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而且呢它的亮片色颜色是非常的内敛的 在你的眼睛上呈现出来的是那种 就是微微的光泽度 不会说啊很闪 非常的适合你日常来用 像我今天呢我也用的就是这个颜妆 我觉得真的是太喜欢了 所以说这两个颜色盘真的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之前观望了很久的话 你不妨在这一次85折的时候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入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粉底液呢 粉底液呢我要跟大家就是来推荐两个产品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基凡希的这一支 基凡希的这一支其实我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推荐过 前两天有入一个爱用品 爱用品里面有介绍它 所以大家在之后的视频里面还会看到它 那么基凡希的这个粉底液呢 特别适合想要自然妆感的小伙伴们 因为它上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透亮完全没有那种面具感 像我自己的话呢我是混油机 我喜欢的妆感呢是那种比较自然透亮 但是呢是稍微的哑光雾面一些的 那么这个粉底液用在我脸上以后呢 我觉得它出来的妆感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就因为它的这个妆感呢是比较薄的 所以说它没有太强的这个遮瑕力 但是呢它的控油能力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基本上能达到四到五个小时的样子 像我每天上班的话我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一款 就算你每天使用的话呢也不会觉得对你的肌肤有任何的负担 它挤出来的这个制定呢有点像奶油的慕斯 然后就是非常的丝滑 不管是用任何的上妆产品都可以把它很好的推开 它完全不会说卡纹或者说太干 有一定的这个保湿度在里面 可以和这边的相比对比一下 还是有一定的修饰和体量的效果 那么我用的这个颜色呢是一号 它在我的脸上我觉得真的就是刚刚好 不会说黄也不会说过白 而且这款粉底液它到下午的时候也不会说有这种暗沉 或者说起这种白芝麻的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值得大家来尝试一下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产品呢就是Margie Cox的这个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呢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高的遮瑕度 要比刚才去凡西的那一款呢要稍微的厚重一点 这款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就是去海边或者是你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来使用 因为它有特别强的这种控油还有防汗的效果 像我去那个Ultra的时候我每天用的粉底液呢都是它 扛到晚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长这样子我觉得它的颜值也还蛮高的 然后把它打开 里面有点恶心 这是我上次就是坐飞机然后它就可能在里面就是shaking 你把这个撞开以后呢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粉底液它的这种设计我不是特别喜欢 不是很卫生 但是人家就这样设计的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每次用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先点到你的手上 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美妆蛋来上妆 然后呢我把它也在我的手上推开 这款推开以后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它就是要更加的控油 更加的干一些和刚才的这个几凡西相比 我的这个颜色啊有点白了 我选的这个色号呢叫做10 Ivory Light 但是呢我最开始的时候买的是比这个颜色要稍微深一个色号了 但是那个深一点的色号在我脸上就显得很黄 所以说我就换成了这个色号 但这个色号呢又有点白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两个粉底液叠加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就既有Magicops它们家的这个控油能力 同时又有了几凡西的就是自然的妆感 我就觉得这样搭配在一起简直是绝了特别的好 再比一下看看大家能看到就是Magicops的这款呢 明显的就是它的遮瑕力要好很多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散粉 是Gy凡西的这个四公格 那四公格这个我买的是今年的一个春节的限量的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个限量的话呢 也可以买它们家普通的版本 然后呢我买的这个呢是一号色 最被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颜色吧 我很喜欢这个散粉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画出来的这个妆容啊 也是我喜欢的那种比较清透的自然的感觉 而且这个散粉它一点都不干 一定的提亮和修饰效果 然后是很像那种日系的那种杂质出来的那种感觉 嘟嘟的融融的特别可爱很有少女感 控油能力呢我觉得是中等 或者说是中等偏下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样出来的妆效呢 还是我个人就是试用了这么多以后 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很自然很清透 然后Gy凡西的这个散粉我觉得它的味道也特别好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清香味 用在脸上我感觉就特别的舒服 接下来是眉笔 眉笔的话呢我推荐了 已经感觉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次了 这个呢就是Benefit他们家的这个魔法杖 这个眉笔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 它的上色力刚刚好 不会说太重也不会说太轻 像有一些那个眉笔的话 在我的眉毛上我觉得是几乎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本身眉色就比较重嘛 但这一款它就是刚刚好 勾了出来这个眉型呢是非常自然 是很行云流水的 然后它后面配的这个小刷子呢 我也觉得特别好用 每次刷眉毛就刷的就是眉型 就是更加的自然了 然后这个眉笔有特别多的颜色 有好像一号到五号都有吧 像我平时最常用的是三号色 还有四号色 现在的话头发颜色就是属于 比之前要深一点的 所以说我就应该用的是四号色 反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 目前来说没有找到比它更合适的一个眉笔了吧 如果之后发现的话呢可能会变 但是现在呢还是它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是 Covid Account他们家的这个睫毛夹 这个睫毛夹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这种圆形的眼睛 而且你就是从侧面看 我觉得我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就是往外秃的 如果你跟我的眼型很像的话呢 你一定要用这一个 从第一次用开始就从来没有加过我的眼皮 而且呢它可以把你的睫毛 从你的最前面这个小小的这一根 到你最后面那个短短的一根都可以加住 而且它加出来那个睫毛以后 它的弧度呢也是刚刚好 就是弯弯的翘翘的 不会出现那种就是直接那种直角 没有弧度的那种 它加出来这个睫毛是很有弧度 然后很有卷翘度的 嗯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在爱用品里面推荐过 接下来的这个呢也是之前我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 Sara Beauty他们家的这个晕染刷 它这个毛呢真的是非常的松软 当你扫到你的眼睛上觉得简直就是舒服到不行 晕染的这个面积呢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不会说刷的太大面积 同时呢这个晕染刷 因为大家看它前面是一种尖尖的嘛 其实还挺精细的 所以说你也可以拿它画一些比较小的部位 比如说你画眼头的这个提亮 或者说你画眼尾这种小小的细节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万能的一个刷子 而且这个刷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质感呢也都特别好 刷杆大家可以看见也是一种渐变色的 有种这种星空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四个口红 那这个四个口红呢可以说是我近两年来 应该是近两年吧最喜欢的四个口红 我觉得这四个口红是不会过时也不会褪色的 不管是显色度还是质感还是质量都是没得说都特别的棒 那么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全家服 就是这四支 那我就先从最老我用的最久的这支开始说起吧 就是Armani他们家的这个200号 它薄涂和厚度出来的这个妆感完全不一样 薄涂的时候我觉得出来的是那种暖暖的南瓜色 每次薄涂以后我都觉得我感觉我自己温柔了不少 厚涂的时候那个气场间这就强大到不行 而且有一点点像那种吃小孩色 同时呢它的质地我也很喜欢 它呢是这种雾面的唇釉 它涂到你的嘴上以后你是感觉有点点像那种滋滑的那种慕斯 或者是那种冻奶油的质地 完全的不会干 现在的话呢就属于深涂了 非常的丝滑 然后呢我把这一点点唇釉在旁边呢给大家稍微的推开 我拧一下它浅涂薄涂的效果 涂在嘴上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小清新 而且我每一次涂这个颜色 我录Vlog的时候都有小货 帮我那天用的是什么唇膏 那么第二个呢还是Armani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嘴上涂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是我心中最适合形容少女色的一个唇膏了 而且这一个唇膏呢它是这种有一点点带微闪的 像我今天呢我是后涂了一下 所以出现了这个妆感呢很像那种果冻唇的感觉 那我之前去Ultra Music Festival 我最后一天去Miami的Keyrest 然后早上也涂的是这个 然后当时很多小伙伴就问我说这个颜色是什么 就是它了 这个颜色呢是500号 那么这一款呢和刚才的这个200 它就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质地 但是呢它也同样是这种就是唇釉的这种刷头 真的是这种很漂亮的蜜桃色 特别的适合春夏天有没有 然后这个唇釉呢它其实保湿力度要更好一点 但是它也不会说是成膜特别慢 它成膜我觉得是在这一类的唇膏里面还算是比较快的了 成膜了以后你在喝水啊什么的 它也不会说太容易掉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可以满足大家少女心的这样一个颜色 尤其现在春夏天马上就到了嘛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少女的颜色 偶尔的时候涂一涂一觉得好开心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是Nars的Mona 这个也是跟大家好像真的是推荐过无数次了 Mona呢就是这种铁锈红的颜色了 它真的好滋润哦 Mona的颜色和刚才的这个Armani的颜色相比呢 它的颜色要更偏红一点 真的饱和度超棒 如果说我也是稍微的点一点点 然后在旁边呢让它浅涂开来 浅涂的话呢就是非常漂亮的美紫色了 但这个呢和Armani的刚才这款相比呢是要颜色更红一点的 Armani的这个呢是更偏南瓜一点 而且Nars的黑管呢它的质力也是我觉得特别的好 不会怎么干不会怎么起皮的那种 持色力呢也很强 好那就到了最后一个唇膏 那这个唇膏呢是我近三个月开始使用 一直到现在最喜欢的一支唇膏 就是这个Dior的这个黑管的这个625色 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豆沙色 但这个豆沙色呢它很提气色 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它上嘴以后出来这个效果堪称惊艳 给大家在这儿先来画一下 画的也太丑了吧 这个呢是稍微偏粉一点点的豆沙色 而且呢它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它是眼光雾面的嘛 然后上嘴以后完全是不会显那个唇纹的 而且这一款也超级的持色 像我的话呢我平时上班中午去吃饭 然后吃饭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涂的是这个唇膏 我基本上是不用怎么补色的 因为它颜色不会说掉了很多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四个颜色呢 对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颜色呢就是我这一次 想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唇膏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特别是就是因为我最近 就是这个迪奥的这个属于一个新宠嘛 所以我就有点想把他们家 就这个系列如果有其他好看的颜色的话呢 我也想那么这一次能够入 像我现在确定的就是那个迪奥的 那个这一款的999 因为999 39感冒零 这个999呢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红色系嘛 然后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 涂一个红唇也是挺美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资生堂的这个化妆棉 这个是我上一次打折的时候买的 已经快用完了 正好这一次呢要补货 这化妆棉呢也是 基本上我每一次 SFAR打折都会买 是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这化妆棉它本身的厚度呢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就很适合你平时用来涂化妆水 然后呢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棉絮掉出来 就用了很久了吧 就没有什么再 再再再需要多说的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亚诗兰带的钢铁侠面膜 属于一个需要在家里面有的一个产品 因为偶尔的时候你比如明天或者后天 我有一件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想要在晚上来集中的护理 做一个密集护理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这个钢铁侠面膜 如果说你平时就只是想要单纯的补水啊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用它 非常集中型的密集的护理 然后第二天上妆呢 你会感觉脸就是更自然更亮 整个出来的那个妆感呢都要更漂亮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Beauty Blender他们家的这个清洁灶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清洁灶我用着很费 我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能用完一块 像我这一块就又剩这么一点点了 所以这次这个肯定还是要再买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清洁灶真的是特别的好用 我基本上每两天会用这个清洁灶来清洁一下我的这个化妆棉 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延长化妆棉的寿命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一个 真的是最后一个 Nars他们家的这个Diffuser 它的这个味道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呢你一进房门 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房门家里面会有这么一股气息 但是呢又不是说太浓郁 就很满足我对香氛的需求 然后呢我买的这个味道呢是裹掉的 叫做Grapefruit 然后一进家 真的就是一股特别清新的那种稀有味 我觉得超级的好闻 然后Nars他们家的这个Diffuser 它的价位呢是属于中等 我这个呢是我上一次Sephora 8的时候买的 大家看已经是十一十二十二一二三 快四将近五个月了吧 他才就是用了这么多哎 但是呢我只用了两根木叉 因为我怕这个味道太太浓郁了 我平时会把它放到我的这个书桌上面 剪片夹或者什么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 我觉得刚刚好 刚回家的时候呢我有多插几个 因为我想让这个房间很快就充满了这个味道嘛 等我觉得味道差不多了以后呢 我就都取出来 现在呢只用了两根 好那说到这儿呢就已经把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产品呢 已经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次会买的哪一些的新品 那我觉得我的东西呢不是特别多 大概我现在购物车里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产品吧 第一个呢就是Nars他们家的这个Wanted Cheek 这个腮红盘 那我目前呢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买哪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好好看 一个是呢更偏红一点 然后一个呢是更偏日常一点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好好看 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到底是买哪一个盘子 大家会推荐哪一个呢 因为这盘可能已经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入了 我在网上看几乎就是零差评 因为所有人都说就是两个盘子里面的六个颜色都特别的实用 而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不会说有那种很雷同的那种腮红 如果说你已经买了的话呢 不妨在就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个颜色更好看 对我到时候再决定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呢我想试的就是 蓝口黄是精纯系列的这个粉底液吧 之前呢是在微博上面有看过特别多的博主有推荐过 说这款很适合混油皮 而且呢就是妆感是属于一种比较自然娃娃机 我一听到这种什么自然娃娃机 我就觉得特别的吸引人 就很想试一下 那么第三个东西呢是Steela他们家今年的这个液体的眼影 这个液体眼影最近真的是风吹的太大了 我去就是Sfora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看到有人在试这个眼影 每一次都看到有人在试这个眼影 那我自己想买的呢是它的这一个套装组 这个套装组里面呢有三个颜色 而且其中两个都是我自己本来就想要买的正装的就是那个颜色 一个是Rose Gold 一个是Kitten Karma 啊有说的有点激动了 反正这个眼影回来以后我先试一下 如果我觉得好用的话呢再跟大家推荐 关键就是它那个bling bling的很闪 然后一到夏天你不觉得很多时候你就喜欢bling bling的东西吗 比如说我今天那个唇膏我就很喜欢bling bling的 好然后接下来呢是Hourglass的一个highlight stick 就是那种高光棒 那这个高光棒是我之前看Vicky在视频里面有推荐 然后我当时看到它在手上推开以后我就觉得 嗯颜色还不错 而且它的这个妆感也还蛮自然的 然后它比较推荐的那个颜色叫做Gold Flash 所以我就准备买这个Gold Flash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是我在Sephora的榜单上面看到的 并不是说之前就是其他博主给我种草的 呃品牌名称我都不太会念 好像念Bragil 头发的一个mask 一个conditioning mask 底下有写的是试用人群 就是比如说很vave的 就是很卷曲的那种头发 或者是很curly的那种 或者是就是头发很毛躁的那种 我觉得我每一样都战齐了 所以我肯定要买这个 而且呢这个它有1522个review 就感觉这很多人有在推荐它 而且它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四星半的这样一个水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吧 对这次就想买它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眼影盘 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品牌 叫做Vice Art 然后这个呢是我之前好像是在一个台湾的博主 好像是凯利那里吧 对它好像是凯利推荐的就这个眼影盘 我当时觉得哇 看起来就是质感非常的高级 而且它这个显色度呢也特别的好 然后粉质的也很细腻 种草蛮久的了 然后这次呢我在Sephora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两个颜色 一个是Trust 然后另外一个是Golden Hour 然后Trust它这个眼影盘的颜色呢 是比较粉嫩一些的 然后Golden Hour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是有点那种暖橘色点 然后包括大地色系的 所有颜色我都好喜欢 你说怎么办 就这个我也在纠结到底是买哪一盘 但我这次肯定会还是会买一盘来尝试一下的 因为这个也是种草很久的一个品牌 然后除了这两个呢 然后我还想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高光 然后修容 还有这个三红一体的这个盘子 它总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Theory 1 一个呢是Theory 2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呢 这个Theory 2要更合适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三红的颜色就很自然 然后它的那个高光的颜色呢 还有修容的颜色 都是很适合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 好了那好像这些呢 就已经是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产品了不管是第一部分跟大家推险的 还是第二部分我自己种草很久的这个清单 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 然后今天晚上呢就到了Sephora的这个抢钱时刻了 然后这期间呢如果说我有再买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有被大家种草什么东西的话呢 我也会就是不定时的更新在我视频下方的这个信息栏里面 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的东西 觉得啊Christina你应该这一次八五折的时候来买来试一试的产品呢 也一定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的这个评论档里面留言告诉我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号召力 还有大家的这个感染力真的特别的强 好了那我现在呢就不跟大家再多说了 我等一下要去上班 不对我现在应该是已经要去上班了 对我赶紧就收拾一下去上班了 拜拜祝大家就是开心快乐 然后买的开心 我们下期见吧 下期见 拜拜